今天晚上在车里再过一晚上 不着急 明天就回去了 我停在这里 不打扰别人 别人也不打扰我 什么 啥事 不敢啥 啥事说 你弄谁 你弄弄弄 天天弄弄弄 你弄住谁 弄的一 你来弄呗 来弄呗 来吧 来吧 你自己吃 天天弄住弄住 说话真难听 你自己吃 你自己吃 你我宝贝 我宝贝 我也是 可爱家人宝贝 是不是 可爱家社区宝贝 不是可爱家社区宝贝 你从这回来 你那家人呆住口吐 你从这回来 你那不说 那就打摇摇令吧 中奥 你从这回来 你是从哪里游回来 今天我刚好是路过登峰 我登峰这 做了核酸 你就 你从哪回来 我从贵州回来 你贵州回来 你给人家 你可待着 你没了 干净出来 明天核酸结果出来了 我就 直接就回家了 你给人家做海润 你给人家待着 你没了 我不想去城市待着 你不想 干净就好事 干净你就可以 那我以为是 没有人是不是 谁说那这游人 这里头就没人来 你谁在这 你哪里都怪这 不是哥们 我 我看着这没有人 我也不想听到那个 过道旁边 黄岛旁边 吃的还多了 我本来就是旅游 不是说我今天晚上 谁在车上了 我是每天晚上 谁在车上 我这里头啥都有 那那我一位没有人是不是 那这里有主任了没有 那前头都认 那这手边都是认 是不是 我专门找我 没有认的地方 什么还不愿意 你做爱像全母 进爱像全母 你记得吗 你没人记得吗 你别说那么多了 我下回不会再听了 你改搅认搅认 回家一庆 这一庆 一庆 我知道一庆 我就是因为担心一庆 我才听脑子 你知道吧 你给家带着个多 你送点全 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说了半天了 说不通 他们之前说 已经打电话了 但是现在又不打了 应该还没有打 不知道啥情况 刚刚我已经打了电话 我打了电话 然后等一会儿 相关部门的人就来了 跟他们说吧 跟他们说得清楚 朋友们 在这里呢 我还要再多说几句 就这一片 就这很大的一片范围 这个车牌呢 都是UA的啊 包括我的车也是 我呢 也不是外地牌 说明这个当地 当地人吧 这个意识还是比较强的 因为他们也说嘛 现在这个疫情 本来是拿那个偷东西收我 后来我确实是车上都是我的收获物品嘛 他们也看了 啊 真的是非常到位的啊 给他们点个赞 刚刚呢 又来了个人 我又跟他解释半天啊 他还是说 最近这个 这个工地上 丢东西丢的比较多 然后我说我不是偷的吗 反复的解释 反正是真的是想不到啊 计划不如变化 想不到会这个样子啊 现在已经七点钟了 天慢慢亮了 还在等啊 我是大概五点半吧 五点半 五点四十 然后他们过来的啊 他们也不容易 真的 真的不容易 来了 朋友们 好了 朋友们 经过二十分钟的调节吧 我就走了啊 没什么大事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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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个路上好像都堵住了呀 这咋了这是 这什么字 我看看 水灾 损毁公路 这导航可没有说 这个公路不能走啊 我走了条小路啊 这个路特别不好 老是撞到底盘 前方路口 左转 这出来了啊 一天好 前方掉头 新路线 不经万山路 继续行驶 二十八公里 朋友们我把车停下了 这里是城市的边缘啊 这里都是修大货车的 我在这里稍微缓一下 缓一下再往前 昨天晚上要把车停在这种地方的话 那也不会那么多事情啊 这里都是车 真的啊 就停在路边上也不会这么多事情 朋友们 我坐在这里啊 先缓一下啊 先缓一下 晚上是被惊醒的啊 突然间 两个吧 首先就罩在车里了 确实是 就惊醒了 在这里呢 首先我先感谢相关部门 这大晚上的 大半夜的 天还没有亮 给你们添麻烦了 添麻烦了 这不是我有心的 也不是我有意的 然后的话 再给这些来的村民吧 给你们说声抱歉啊 我也不是有意的 真的不是有意的 再一个的话 我给网友说一下 大家出去自驾游啊 就这种工地上 或者说没有完工的地方 千万不要停啊 千万不要停 我这也是吃一切 长一智 说真的啊 我也能理解他们 就我这个面包车 这么大的面包车 装着那些 什么钢管那些 是刚刚好的啊 所以呢 他们把我当成小头 也是能理解 合情合理的啊 也不是说他们胡说的 我真的能理解 但是呢 之前的视频 大家也看了啊 我态度有点不好 因为他们人比较多嘛 你一嘴我一嘴的 其中有一个人 他老是说 要把我给 这家乡话怎么说的 一时半会忘记了 要要捞住我 就捞住 捞住 哎呀 反正就我 我有点态度不太好 就对那个人态度不太好 其他人的话 我态度是挺好的 他们要看我这个 行程码 就看行程码 健康码 也看了啊 最后包括 相关部门的人都来了 也全部都看了 检查一下 是没有问题的啊 我这个核酸的小票 还在这里 小票 都是在的啊 都是在的 当地的村民说啊 他那的东西啊 经常丢 好像 还有两台摩托车丢了啊 反正我是 尽力给他们解释 但是因为人太多了啊 一会来一个人说一遍 一会来一个人说一遍 最后也是没有精力去解释啊 然后最后的话 他们也打电话了 我也打电话了 就就相关部门就来了嘛 不过相关部门的人 确实是 给他们点赞啊 就他们不像村民那个样子 他们就是就事论事 朋友们真的是想不到啊 在车里 本来说在住最后一晚上 明天就不用再睡车里了 就在家里睡了 真的是想不到啊 真的是计划不出变化 昨天晚上因为太激动了 也没有睡好 可能一点钟才睡吧 今天五点多久 就醒来了 出门这种事情 还是遇到比较少的 可能没有遇到过 可能在中越边境线的时候 遇到过 中越边境是没少遇到 那会儿的话 大家应该都知道 啥情况吧 反正视频都在 在车里坐了半个小时啊 我那个啥 刷下牙 洗漱一下 就回家去了 冷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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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冷 就这里的低温特别冷 高温的话和那个南方差不多 低温真的是低很多 所谓五巧不成书 这 最后一个鸡蛋啊 真的是五巧不成书 小鸡蛋 下进去 朋友们啊 吃饭了啊 吃完饭就回家了 有时候这个事情呢 不是你想象的样子啊 有些事情太突然 真的 哇 这个糖太烫了 我的手太冰了 哎呀 朋友们走了 回家了啊 回家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